在南京闹市发现一栋特殊的别墅 走近一看才发现屋主是一位大人物 那这个大人物到底是谁 他的别墅又如何呢 就在前方里面了 现在我们进去看一下 进来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的环境真是十分的秀丽 同时可以看到这里面的房子都是一栋栋的民国小洋房 据了解的话从古迹京 能住得进这里面的都是南京非富即贵的人 如今这些别墅据说你有钱都未必能买得了 好了废话不多说了 我现在就带大家去看一下 那个大人物在南京的别墅就在前方的不远处了 找到了就是前方这一栋小洋房 可以看到这里安装了一个小门 就好像一个庄园一样 走进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栋洋房是一栋两层的西式大别墅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两个大门都是紧闭的 我原本还选择带大家进去里面参观一下的 这样的话就参观不了了 也不知道现在这栋房子的归属是怎样的 前方有一块牌匾我们看一下 是的这个大人物就是学业 牌匾上有写这栋别墅的话是学业在1936年 自己花钱买地然后自己成建的 据了解的话整栋房子的坐像是住北朝南 在别墅的前面还有一块这么大的空地 因为这栋房子的暂停面积大概就是800个平方 不知道有没有后花园 等一下我们要过去看一下 还有对于里面的情况我在网上了解到 说这里面一共有18间房间 由于进不去那我们就围绕这栋别墅观一圈吧 对于学业监军如果对律师不感兴趣的人可能不太了解 那我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学业监军的细致给大家听一下 学业监军他是广东韶关的客家人 在抗疫战争时期 学业监军是对律军打击最大击毙律军最多的舰领了 在他的一生中打过无数场战争 但是最著名的还是长沙保卫战 在那一场战争当中整整兼灭了11万亿军 于是学业一战封神 在民间就有了战神的称号 走到这栋别墅的后面了 我们可以看到是没有后花园的 还有学业监军他的原名并不叫做学业 而是叫做学养岳 名字中的岳就是岳飞的意思 他父亲当时为他起这个名的时候 就希望学业像岳飞那样精忠报国 但是到了他长大之后 他就把他的名字改成了学业 他觉得仰慕岳飞不足以表达自己的心愿了 一定要升级旅行 到最后也正是因为他这种品德跟精神 使得他在抗议战争的众多战役中履历其功 后来跟随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去了 最后在1988年5月3日在台湾省去世 好了这里就是一代战神 学业在南极的救助的 只可惜不能出去里面参观啊 好了那说视频才到这 我们下次见吧 拜拜